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 拆穿隐姓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谈恋爱呢 对于那些所谓的在感情里爱说谎 爱骗人,爱劈腿的渣男渣女呢 如果他们敢做敢当,做人就是坦荡荡的话 渣的光明磊落,渣的光明正大 那也就算了,因为你就可以当着他面 就指着他就是个渣 但怕就怕,有另外一种所谓的隐姓渣 这种隐姓渣呢,他们内心白明的就是一个渣男渣女 但是呢,他的作为,他又不想做到让你说话 又不准别人说他渣 所以他们就有各种所谓的双标行为跟举止 就是搞得他的另一半既委屈又痛苦 又不能说他渣,但是他的一些作为就是明显 让人家觉得就是哪里不对劲 那今天来聊聊关于说七个隐姓渣的双标行径 你是否也遇过这样的对象呢 在实际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来聊一下我今天去了一个记者会 是KUJI的Garden Archetypes原点展览 它是办在松烟的一个展览 围棋呢,是从2021的10月21号展出到11月3号 这是围棋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今天是开放给媒体跟一些VIP去参观 然后他们就可以抢先进去看一下 那大概来讲一下这个展览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今天就请了就是天后蔡依林 跟金曲乐团所谓的茄子蛋来站台 里面呢就号称有所谓的共感的虚实体验 里面有非常多样的影像的设计 你是不是可以拍照拍到非常开心 有什么花卉啊 或是他们晋级季的一些设计的广告 会一次的展现在他们的长布里面 如果你非常的迷恋他们近期的设计师 Alessandro Michele 就是他的设计就是繁复主义 就是非常华丽的设计的话 就不要错过这个展览 因为他里面呢 直接一次展出100个KUJI包包 然后还有一千个蝴蝶的标本 然后里面的镜面处理呢 就宛如日本的那个Team Lab的那个展区 你可以拍得过瘾 然后里面就是会有非常多就是网美拍照的景点 那我觉得如果你对于就是近期KUJI的这个设计师 就是所谓的反复主义 或是很华丽的 很装饰主义的这种设计 非常有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 就是KUJI的这个叫做KUJI Garden Archetypes原点展 它就可以提供你拍照 或是你可以去更了解KUJI这个品牌近几年的一些演变 那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趣味点跟拍照的好去处 好啦 介绍完这个KUJI的展览之后呢 回到今天的主题 要怎样拆穿隐性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第一点就是交往跟相处 一切都要以他的形成跟意志为主 就是这种所谓的隐性渣男渣女 他们永远只有你满足他的需求 你永远要听他的 没有他来呼应你的需求这件事情 只凡出去玩 吃什么 何时见面 或是你们到底算不算交往 就是稳交的这个呢 开进口 也都是由他来说的准 所以呢 一切就是他说的算 就是你没有在这个关系里面有任何的发育权 这就是隐性渣男渣女的第一点 关于他们双标的行径 就是交往跟相处的一切 都得听他的形成跟他的意志为主 接下来第二个关系说 隐性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就是二 说好交往呢 但是呢 他从不会介绍他的亲朋好友给你认识 如果你们认识许久 甚至已经走到所谓的交往阶段呢 他就是不会让你见过他任何一个好朋友 或是建议带你去见他的家人 那可能呢 一方面他可能基于说 他还在观察 你是不是符合 他所谓另一半的那个理想的标准 你够不够格 或者是他会刻意回避 你去参加他亲友的局 比方说他等一下跟你说 他跟朋友去吃饭 你说那我送你去啊 他就会百般的推托 就不让你跟去 亦或是他就是想要玩玩 就是他觉得说 你感觉就是没有要跟你长久 所以他不想要让你交涉太深 避免你跟他的亲朋好友 跟他的朋友圈 就是太联系的密切 这样之后分手就会很麻烦 所以这是第二点 隐性的渣男渣女呢 有可能就是 即便你们两个说好交往 他也不会介绍 他的亲朋好友给你认识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隐性的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就是三 他自己呢 从来不会报备行程 但是如果你不说 你现在在哪里的话 你就是有鬼 他不认为自己有报备的必要 但是呢 他觉得这是我的人生自由 我即便跟你交往 这个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也是我的自由 我没有需要跟你讲说 我今天在干什么 或者今天去哪里 但是反过来说 倘若你今天没有主动的 告知你今天的日程 或者你今天人在哪里 他就会合理的怀疑 你就是意图不归 你就是别有他心 你就是有可能 要偷吃的嫌疑 他们觉得如此的双标 而这就是第三点 他自己不会主动报备行程 但是他要求你要报备 如果他问你 你不说 你想要跟他就是平等的话 他就觉得你有鬼 你就是你知道 一定是有一些小动作 或是你就是有劈腿的嫌疑 所以你才不说 接下来第四个关于说 隐姓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就是四 他认为他的异性朋友 是所谓的闺蜜 是所谓的红粉知己 但是如果你有所谓的红粉知己 或所谓的闺蜜呢 就是有偷吃或劈腿的嫌疑 就是如此的双标 跟异性相处这件事情呢 他们真的就是所谓的 就是非常的双标 他可以拥有很多的亲密 异性友人 就是甚至跟他单独的吃饭啊 单独的约会 单独的旅行 他都就觉得说 他就是我的朋友啊 没有什么好说嘴的 就是你为什么要来管 我的人际关系呢 哪怕我跟你交往 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 但是呢 他如果看到你在IG 默默按了某个人的赞 或是在下面留言 甚至发现你有跟你的 什么朋友私讯 他就是私讯用IG 或是用那个message 在聊天 他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那个偷吃 或是你有劈腿的嫌疑 他就觉得说 我的异性朋友 是我认为是闺蜜 是真的好友 你的那些红粉之籍 就是你就是在买嫌 你就是在养鱼 他就这么双标 那就是第四点 他的异性朋友是闺蜜 你的红粉之籍 是劈腿偷吃的嫌疑 再来第五关于说 隐性的渣男渣女的行径呢 就是五 他已读不回呢 有可能是忘了 或是在忙 你如果挽回 他的讯息就是 你不在乎 你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关于回讯息这件事情呢 哪怕你打字 有时候聊天你知道 有时候打字 就是会稍微想一下 或是打错字 你要稍微 就是重新的校正过 你可能晚个几秒钟发布 或者是有时候 真的就是 你知道 LINE就是冲 就是冲康你 或是Message就是冲康你 网络不稳 就是发不出去 他就会说 你是不是在跟别人聊天 你是不是在打电动 或是你就是 是不是 你就是现在此刻 在做别的事情 就是我在跟你聊天 为什么不能认真的回我呢 他就觉得你没有心回应 你在忙着跟别人互动 就是冷落我 但反观 就是他如果对你 所谓的遗读不回 或不读不回 你可能想说 为什么这么久没回复 你可能好奇的 等到出现之后 你就好奇的询问说 你刚去哪 你怎么没回我讯息 他就会说 我就要在忙啊 我就在忙不回啊 我就是真的有事啊 或是说 我就真的忘记 我刚看过就忘记了 他就是 非常的理直气壮 他就是在一个 不平等的水平上面 他觉得他不回 就是他因为有事 他就在忙 你不回就是你有鬼 所以呢 如果你深究原因 他就引起对方发怒 就想要跟你吵架 而这就是第五点 隐性的渣男渣女呢 他如果遗读不回 表示他是忘了跟在忙 但是如果你挽回 或是遗读不回他 就有事表示你不在乎 你没有把他放心上 接下来第六个 隐性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就是六 他找你 你得要水船水到 但是你找他 他就看他心情 他有时候就会嫌你很烦 当他有求于你的时候呢 你得要24小时on call 随叫随到 就像Uber一样 但是呢 你有难 或是你平常没事 主动想联系他的时候呢 他往往就会看一下 他的行程 会赴你说 哎我有没有空 或者他没空 他就不想理你 或者他觉得 今天刚好有空 他就会回你一下 一切取决于他的心情 再决定要不要跟你见面 再决定要不要跟你互动 而这就是隐性的 渣男渣女 他们就一切以自己为重 以自己的行程为优先 就是他找你 你一定要能够 呼应他的需求 但是呢 你找他 他就看他的心情 或是看他的行程规划 这第六点 接下来第七点 关于说 隐性的渣男渣女的双标行径呢 就是七 做任何事情决定呢 都是要以他为主 你如果有意见的话呢 或是你说出来说 哎 我觉得这样不太对 你应该要听我的 我觉得这样的 就决定 或这样的方法更好 他就是说你 你很自私 你为什么他就是 散致了做决定 你为什么等一下照你的方法做 就是在关系里面呢 难免需要所谓的磨合 或是妥协 但这种情况呢 就是看在所谓的隐性渣 就是隐性渣男渣女呢 他们不会直接挑明的 想要骗你 或是所谓的说谎 但是他们就是 作为中 或他们的思想里面 就是有这种渣渣的表现 所以呢 在他们眼中 你如果不听从他 你不呼应他的意见 就是自私没别的 你就是只能够听他的 你有自己的意见 你有自己的想法 很好 但是你不能够来说服他 来依附于你 但是一切 在你们关系之中 你就要听他的 就是有点控制狂 加上他就是有点 就是姿态比较高 如果你就是畅反调 或是你就是不答应他的需求 你不允诺他的 就是期待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不够爱他 就是觉得说 你就是自私 你就不够爱我 所以你才会这样做 而这是第七点 做任何决定都要以他为主 你若有任何其他意见 就是自私两个字 好啦 今天就分享七个关系说 隐性的渣男渣女的双标心情 如果他今天就是已经劈腿 或是今天就是骗人 就是诈骗 欺骗感情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渣男渣女 那所谓的这些隐性的渣男渣女 就是他有一点蛛丝马迹 但是又不到就是真的犯法 或是真的让你觉得说 他做了一些背叛你的事情 但这些蛛丝马迹呢 一点一滴的也加起来 又会让你造成很大的压力 跟心理的负担 那如果遇到这些所谓的 隐性渣的双标行径 你可能自己也要去思考一下 这样的关系 你可能要去沟通 或是就是是不是 如果知道很严重的话 你可能就要自己选择一下 这样的关系是你要的吗 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都欢迎到资讯栏外的IG YouTube 那边去订阅留言 写下你的意见 或是你的看法 或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 私讯给我 我都一一的私讯回复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呢 也欢迎大家留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